新竹棒球場被市長高宏安當成大祕寶 但土壤送宴 究竟結果怎樣 你如果沒有送 為什麼要說第一時間送到美國實驗室 你不是說謊嗎 沒有第一時間 你不是說謊嗎 在土壤的部分會交由廠商 廠商會幫我們轉送給美國 那為什麼沒有轉送 你不用追究嗎 因為後來 後來我們其實也繼續在做7月的案子 所以對於市府來說 我們已經有 那氣泡土的下落呢 氣泡土是不是市府的財產下落呢 高宏安達得結結巴巴 被議員劉康彥指控市府 去年5月31號採樣球場7包土 需要把土送美國實驗室檢測 到底有送還是沒送 事實上新竹市府去年3月 就挖掘取樣4個孔 其他3孔檢測正常 只有在地下停車場上方紅土區 不良物率百分之零點五七 網友社群PO文質疑市府挖不到大密保 只好趕緊轉移物和廢棄物的焦點 網友推敲去年3月 高宏安可能就知道土壤中沒有廢棄物 5月之後挖土將重點導向排水結構 把棒球場當政治提款機 新竹棒球場5月31日與7月13日的取樣土壤 接在去年送美國專業實驗室檢測 兩次取樣的土壤檢測結果並無不同 新竹市府發聲明強調兩次土壤挖掘 都已經列進美方認證報告內 一個球場的土搞了一年半 結果究竟是什麼市民看得無沙沙 三星文章樺梁安寶新竹報導 新竹棒球場被市長高宏安當成大密保 但土壤送驗究竟結果怎樣 你如果沒有送為什麼要說第一時間送到美國實驗室 你不是說好嗎 當時沒有第一時間 你會去說話 在土壤的部分會交由廠商 廠商會幫我們轉送給 那為什麼沒有轉送你不用追究嗎 因為後來 後來我們其實也繼續在做7月的案子 所以對於市府來說 高宏安答得結結巴巴 被議員劉康彥指控市府去年5月31號 採樣球場7包土 需要把土送美國實驗室檢測 到底有送還是沒送 事實上新竹市府去年3月就挖掘 取樣四個孔其他三孔檢測正常 只有在地下停車場上方紅土區 不良物率百分之零點五七 網友社群PO文質疑市府挖不到大密保 只好趕緊轉移物和廢棄物的焦點 網友推敲去年3月高宏安可能就知道土壤中沒有廢棄物 5月之後挖土將重點導向排水結構把棒球場當政治提款機 新竹棒球場5月31日與7月13日的取樣土壤 接在去年送美國專業實驗室檢測 兩次取樣的土壤檢測結果並無不同 新竹市府發聲明強調兩次土壤挖掘 都已經列進美方認證報告內 一個球場的土搞了一年半 結果究竟是什麼市民看得無撒撒 三星文章號來廖安寶新竹報導